无量寿经科著第四回学习班 第八十六集 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澳洲静中学院 尊者师父上人慈悲 诸位善知事慈悲 阿弥陀佛不孝弟子 世自了冒昧报告的题目是 佛一边念生死爱根 一边掌 从海贤老和尚繁醒我们求往生的信愿 三 一 开头 应主一锤定音 繁修敬业 以决志求生西方为本 请问你下定决心求往生了吗 如果现在问大家 你愿不愿意往生 大家会异口同生 愿往生 但是仔细观察 我们大多数是口恋弥陀 心恋说婆 一方面想去极乐世界 另一方面说婆世界的事 这也放不下 那也放不下 这就往生不了 这不是下定决心求往生 真正下定决心求往生 是什么样子 对说婆世界完全放下 没有丝毫贪恋 没有丝毫舍不得 必然是海贤老和尚那个样子 一句佛号分秒必争 从来不曾丢失 我们才知道 我们的差距有多大 愿往生 不是天天在佛前唱 愿生西方净土中 就叫愿往生 这是口头 内心呢 内心却坚固的贪着 轮回里的人 事物 心甘情愿 成立在遇害当中 根本不愿意出离 这是大部分人的通病 憨山大师 有一天对治此病的良药 是念佛窃药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 二 憨山大师简介 憨山大师 宇连池大师 偶一大师 纸博大师 并称为明末四大高僧 至今肉身不坏 与六祖惠能大师肉身 同在广东南华供奉 对憨山大师 我们有点陌生 但是对于偶一大师 我们就不陌生了 偶一大师二十四岁那年 一心想礼拜憨山大师 为替度恩师 但是当时 憨山大师 远在广东朝西 远不成熟 偶一大师 只好在憨山大师的高徒 学令禅师坐下 替度出家 偶一大师是什么人 可想而知 憨山大师 非同凡响 憨山大师 虽然不是静宗的祖师 可是静宗的始祖 是他再来的 静宗始祖 杰流大师的父亲 名全昌 乃疑心恼如 与憨山大师为友 憨山大师 缘吉后三年 一天晚上 全昌 梦见憨山 进卧室 随后 杰流大师出世 由此 全昌 全昌 为儿子 取名为 孟憨 所以 印光大师 做的 静宗诸祖 赞颂里面说 憨山 庶苑 尚未愁 顾腹 士生 坐 杰流 通常说的 静宗 第十代 祖师 于 山 仆 行 彻大师 即是 杰流大师 三 憨山大师 开示 一 憨山大师 是念佛 切药 我们先把这篇开示 从头至尾 读一遍 再把重点的地方 提一下 念佛求生 净土一门 原是要了生死 大事 故云 念佛了生死 今人发心 应要了生死 方才肯念佛 只说佛 可以了生死 若不知 生死 生死根株 毕竟向何处念 若念佛的心 断不得 生死根株 如何了得生死 如何是 生死根株 古人云 夜不重 不生 说婆 爱不断 不生 净土 是知爱根 乃生死之根株 以一切众生 受生死之苦 即爱欲之过也 推此爱根 不是今生有的 也不是一二三四生有的 乃自从无始最初 有生死以来 生生世世 舍身受生 解释爱欲流转 直至今日 翻诗从前 何曾有一念 占你此爱根也 如此爱根种子 积极深厚 故生死无穷 今日方才发心念佛 指望空求生西方 连爱是生死之根的 名字 也不知 何曾有一念断者 既不知生死之根 则念佛一边念 生死根 只听长 如此念佛 与生死两不相关 这等 任你如何念 念到灵命中时 只见生死爱根现前 那时方知 佛全部得力 却愿念佛无灵验 悔之迟疑 故劝今 念佛的人 先要知 爱是生死根本 而即念佛 念念 要断这爱根 即日用献钱 再加念佛 眼中见得 儿女子孙 家缘财产 无一见不是爱的 则无一事 无一念 不是生死活迹 如全身在火坑中一般 不知正念佛时 心中爱根 未曾一念放得下 只如正念佛时 只说念不切 不知爱是主宰 念佛是皮面 如此佛只听念 爱只听着 且如儿女之情现前时 回光看看 这一身佛 果然敌得这爱吗 果然断得这爱吗 若断不得这爱 毕竟如何了得生死 以爱缘多生习俗 念佛才发心 甚生疏又不切实 因此不得力 若目前爱尽主张不得 则灵命中时 毕竟主张不得 故劝念佛人 第一 要知 为生死心切 要断生死心切 要在生死根株上 念念斩断 则念念 是了生死之时也 何必待到 那月三十日 方才了得 晚之晚矣 所谓 目前都是生死事 目前了得 生死空 如此念念真切 刀刀见血 这般用心 若不出生死 则诸佛 多忘于已 故在家出家 但知生死心 便是出生死的十节也 其更有别妙法斋 忠言利耳 良药苦口 主是无限慈悲 读到这样的开示 我们如获之宝 这篇开示叫念佛窃药 明辅其实 窃重要害 大师确实是修行的过来人 直觉病原 予予痛快 这篇开示 虽然篇幅不大 只有七百多字 可是它在尽忠中的分量 绝对不轻 对于指导我们念佛 有切实下手处 提醒大家 高度注意文中两个地方 第一 空求生西方 我们求往生 只是嘴上说说 好像喊口号一样 别人喊 我也喊 但我们的求没有内涵 没有实质 所以大师不给我们留一点情面 说是空求 喊破喉咙也枉然 回头看看海贤老和尚 他的求是实实在在的 他是真真切切 发自内心 求阿弥陀佛赶紧接我走 所以他的福号 昼夜不停 我们现在 如果阿弥陀佛现在就来接我们去极乐世界 马上就走的 大部分人当场吓跑 我想往生 但不是现在 我还有这件事未做 还有那件事要办 这种贪恋世间的心 就是我们往生最大的障碍 所以我们这种求往生 是空的 空壳 骗人的 骗人说 要求往生 佛真正来接我 又舍不得走 第二个地方 爱是主宰 念佛是皮面 憨山大师 毫不留情揭穿我们 假念佛人 念佛只是门面功夫 所以佛号一边念 生死的根一边长 像两条平行线 永远不相交 现在被揭穿 还好过临终时 手忙脚乱才被揭穿 现在被揭穿 还来得及 自己根本没有出离心 没有真性切愿 天天做的都是表面上的事 怎么可能往生呢 主师们都告诉我们 念佛法门 是万修万人去 可是现今万修 只有二三人去 问题出在哪里 应主一语道破 永明所谓万修万人去者 只信愿 具足者言也 真性切愿 就万修万人去 信不真 怨不切 就变成万修二三人去 我们普遍存在的问题是 信愿行不道量 不能说不信 半信半疑 并不是没有怨 又怨 又要犹豫 也不是没有行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比如说 网生需要百分之百的信愿 而我们只有百分之十的信 和百分之十的愿 这就往生不了 为什么信愿行不道量 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初离心 初离心就是 愿离说谱 心求极乐的心 古人说的 愿离说谱 如欲求之祭出牢狱 愿生极乐 如穷子之师归故乡 我们连一点样子都没有 初离心是信愿的内涵 憨山大师劝我们放下 言辞痛切 无非为了触动我们 因为我们麻木不仁太久了 对生死的大事无动于衷 大家都会说 哎呀 放下真难啊 放不下 放不下 其实 哪有放不下的 而是我们舍不得放 舍不得放 想想看 是不是 舍不得子女 子女的子女 还是舍不得 样样要操心 舍不得你银行里的存款 舍不得你名下的几处房产 舍不得别人对你的恭敬赞叹 这些都是一条一条的绳索 把我们牢牢绑在六道轮回里面 舍不得放 那么生死的根 就继续肢长 无量节又无量节 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出头 我们对于爱的牵肠挂肚 对于恨的耿耿于怀 这怎么能够往生呢 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感叹 人戏于妻子设宅 胜于牢狱 牢狱有善事之妻 妻子无远离之念 一天二十四小时 我们回想一下 二十四小时里面 我有多少时间心细极乐 又有多少时间心细缩婆 我们心细缩婆的时间多 心细极乐的时间少 少得可怜 微乎其微 二十四小时当中 有十分钟想往生吗 这个比例太悬殊了 这是一天的状况 如果天天都是这样 再这样下去 年复一年 我们拿什么去往生 才知道我们有多危险 海贤老和尚 师父上人 都是时时刻刻想往生 那叫真信切愿 海贤老和尚 常常告诫身边人 好好念佛 成佛是大事 其他什么都是假的 老和尚的话 如果你能引起共鸣 听到他那样说 心想 对呀 我就是这种心态 一切都是假的 只有念佛成佛 才是真的 那是实实在在 想到极乐世界去 迫不及待 那么 你的求往生 不是空求 不会落空 否则 赶紧加功用恨 下面始祖 杰流大师的一段开示 与憨山大师的 是念佛切药 不谋而合 如出一辙 上面印竹说过 憨山四生 坐杰流 两人是一 不是二 二 杰流大师 是丁庚也居士 譬如万湖之舟 欲有所往 墙非不高也 墮非不正也 知具 非不完备也 去至 非不绝也 乘风张帆 有顺息千里之事 倘若船头 一桩未曾拔雀 被一条 蓝锁细柱 随种种推牌 其能有祭否 今时静业人 有终日念佛 颤罪 颤罪发愿 而西方上摇 往生福保者 无他 爱庄未拔 勤难游牢固也 主师举个比喻 一艘船 万事具备要启程 但船头一桩 被蓝锁细柱 这就好比 念佛人 整天念佛 可是西方 还很遥远 往生没有把握 什么原因呢 爱庄未拔 勤难游牢也 即是憨山大师 前面说的 生死爱根没断 致命的障碍 杰刘大师 接下来教我们 对治的办法 若能将 说婆恩爱 似同嚼辣 不管王贤动静 苦乐忧喜 靠着一句佛号 如须弥山相似 一切静缘 无能摇动 或使自觉脾屑 或席现前 便奋起一念 如以天常见 使烦恼魔君 逃窜无地 一如红炉猛火 使无始擒食 消瘦无余 此人虽献处 五灼之香 以浑身坐在莲花果里 又何待弥陀授手 观音劝架 而使信其往生斋 我们念佛多少年了 往生有没有把握 这件事不必问别人 问你自己 偶一大师 有一个衡量的标准 事情淡一分 佛法自有一分得利 娑婆活计 轻一分 生西方便有一分稳当 此事只问心 不必问知识也 知识 一劝淡事情 轻活计 专修出药儿 自己心里要清楚 对这个世界消极 才能对西方净土积极 对娑婆 欲是放得下 对极乐 就欲能提得起 对这个世界的感情 欲淡 对极乐世界的感情 就会越来越深 娑婆活计 轻一分 生西方便有一分把握 娑婆活计 轻十分 生西方便有十分把握 你才会发自内心的认同 海贤老和尚说的那句话 阿弥陀佛 是我的根啊 憨山大师虽然不是静宗的祖师 但是他对静宗的贡献不小 参禅大策道物 通宗通教 劝人念佛求往生 大师著作等生 清朝造月居士 从憨山大师全集中 选录出二十二篇开示 习禅修禁学人的法语 编程一书 憨山大师静宗法药 1950年 这本书 在香港大雨山 宝连寺的废纸堆中 被人发现 于是印刷流通 我们再从憨山大师 静宗法药中 摘入三段 供养大家参考 三 憨山大师 是静心居士 修行第一 要为生死心窃 生死心不窃 如何敢云念佛成片 且众生无量即来 念念妄想 情根故弊 即今生出世 何成一念痛未生死 日用念念寻情 未尝反省 经欲虚伏信心 就要断多劫生死 所谓滴水 就积心之火 岂有势力灾 若果未生死心窃 念念若旧投然 只恐一失人生 拜劫难复 要将此一生佛咬定 定要迪过妄想 一切处念念现前 不被妄想遮障 如此下苦切功夫 久久存熟 自然相应 如此不求成片 而自成一片矣 此事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告诉不得他人 全要自己着力 若但将念佛做面皮 如此驴莲 无受用时 十二生肖中 没驴莲 即进未来季 无受用时 直屈勇猛 更莫迟疑 四 憨山大师 是修净土法门 念佛必要为生死心窃 先断外缘 单体念 以一句阿弥陀佛 以为命根 念念不忘 心心不断 二六时中 行柱坐卧 拈齿举柱 折旋抚养 动静闲忙 于一切时 不渝不昧 并无一缘 如此用心 久久存熟 乃至梦中 一不忘失 误寐一如 则功夫绵密 打成一片 视为得力时也 悟 憨山大师 是大凡残人 听眼嫩言中止 从今将一往生平 持足攀原妄想之心 意其收舍放下 折合向一句阿弥陀佛上 消归自己 本命原成 念念不移 心心不断 以前妄想 乃造生死之染因也 念佛一念 乃出生死之净因也 果能将此净念 熏前染污苦因 便而为净土真因 则顿令无量节来 生死苦因苦果 便而为净土乐因乐果已 是结尾 念佛并不是枯燥无味的 映光大师说 念佛之乐 为真念佛者自知 念佛的乐趣 我们体会不到 海賢老和尚体会到了 欲念欲喜欢念 这一句佛号 老人家念了九十二年 自在往生 从老和尚身上 我们每一个自诩为 念佛人的人 是时候在内心深处 做一次彻底的自我反省 反省我们的信愿 反省我们念佛的功夫 不要自欺欺人 不要装模作样 不要场面行持 这一句阿弥陀佛 我到底念得怎么样 尤其我们出家同修 憨山大师的梦游集里面 多次提醒出家人 山途地狱 为师苦 向袈裟下 失却人生 使为苦也 我们就知道 这一生 如果不往生 后果不堪设想 真是夏连居老居士说的 脚跟无限 四飘棚 才出迷途 又失踪 古人出家 都是为生死大事 所谓大事未明 如上考彼 如旧投然 我们现在呢 把生死大事 抛到九霄云外 五 复言 时光如说 戒学研习班即将结束 这一次 我们在澳洲静中学院聚会 将来 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聚会 那个会 那个会 叫联池海会 五十年后 一百年后的人们 回想公元 二零一四年的秋天 静空老法师 在澳洲 图文巴的这一次 讲经圣会 就好像我们现在 回想三千年前 师尊在世 讲经法会一样 弟子笨拙 不懂用什么词句 来形容 师父上人 师父上人 真是 慈悲到了极处 念念 希望众生 早一天成佛 不要再在六道里面 逗留 唯恐我们 不能往生 还要再来轮回受苦 上根的 像海贤老和尚那种根性 让你一句佛号 不拐弯 念到底 中根的 苦口婆心 给你讲道理 引导你生信 发愿 念佛 争取这一生能往生 下根的 业障太重 不愿意念佛的 穷尽办法 种种善巧方便 诱导你 希望你 无戒实善这一生 先保住人生 来生 来来生 接着再干 欲言念佛 最终总是要把我们 都拽到极乐世界 不忍我们 仍在六道 龙怀里面 投出头目 释迦牟尼佛 给我们表演 一生教学 师父上人 给我们重演 一生教学 一代识教 浩若冤海 其就近唱佛 普度众生之本怀者 为净土一法而已 讲其他的法门 如来普度众生之心 欲而未唱 应光大师说的 释迦牟尼佛 给我们表演 极唱本怀的净土大法 师父上人 给我们重演 师尊当年在世 王摄成有三分之一的人 知道释迦牟尼佛 这个人 并且现场听过佛 讲经说法 有三分之一的人 听说过释迦牟尼佛 这个人 但是一生没有见过面 没有现场 听过他讲经 有三分之一的人 一生 听都没听说过 释迦牟尼佛 这个人 不知道佛法 这样你就知道 你是何等的幸运 中国目前 十四亿人口 你是哪一个三分之一 恐怕是三十分之一 师父上人 现在在世 就像师尊当年 在世一样 而你来到他的身边 释迦牟 好像有一段公案 大概是这样 释迦牟尼 请佛到刀利天公 说法 师尊爽快地答应了 他说 走走走 我的四中弟子 大多数 懈怠 懒散 不听我讲法 现在我就 不告诉他们 我去哪里 也不带侍者 就连他最贴身的 阿南尊者 也没带去 让他们常常 渴养于法的滋味 渴养于法 是指对法的需求 好像口渴了 对水的需求一样 于是师尊 屈身必须 到了刀利天公 师尊失踪了三个月 在刀利天公 说法圆满之后 回到时间 就告诉大众 不久 他要入灭了 于是弟子们 回聚交致 痛苦不堪 从这个小故事 回头对照我们自己 是否跟 师尊当年的弟子们一样 师父上人 接近九十高龄了 还天天苦口婆心 不厌其烦地 给我们讲解 净土大经 可是我们珍惜吗 万一有一天 师父上人 突然视线无常 我们怎么样 是不是向 师尊那些弟子一样 后悔莫及 悲剧不会重演吧 我们都希望 师父上人 长久住世 没错 但是我们得 拿出行动啊 大家记不记得 李炳南老居士 为什么提前走了 没有人一教奉行 所以 想留住 师父上人 我们要一教奉行 大家要发心 你也发心 你也发心 他也发心 我也发心 听者 闻者 都发心 发心做什么 发心做 真念佛人 发心 真求往生 师父上人 师父上人 讲了一辈子 不就唯一希望我们 都能往生成佛吗 尤其是出家众 要带头 带头念佛 求往生 不要以为你还年轻 要学些大经大论 要建个大庙 要干一番大事业 你把这些事 暂先放一放 先办生死大事 因为无常不会等你准备好了 才三三来迟 我能保证我一定能活到老吗 无常突然到来 我死往哪里去 也不要急着去讲经 道业未成 去讲经 叫相似利他 不是真正利他 今生决定往生极乐世界 才不往出家一回 最后 以下老居士的一首祭 来结束今天的报告 若问如何出爱河 只有弥陀念得多 念俗方能登乐土 躺身不免 堕说婆 报告过程 恐有错误 恳请师父上人 及诸位善之时 批评指证 不令赐教 望重慈悲 不失欢喜 阿弥陀佛 不孝弟子 事自了寇成 2014年9月27日